而面对这阵子国内外灾难频传 于是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慈祭志工 在与台湾花莲同步共修地藏金时 也虔诚为世界祈福 而奔征联络处举办的吉祥乐祈福会上 社区民众更是全心全意 投入手语演绎 舞台上社区手语队家庭彩排演绎歌曲《报恩》 连续三个月来他们战战兢紧不敢松懈 在车上也把握分秒练习 就为了祈福晚会上 谁猜的一刻 讲与此季奋争联络处吉祥乐活动 二十九位表演者 有社区民众也有此地照顾护 对于祭拜沙僧和烧纸钱 他们表达了决心 以前是烧金银子 拜粉除了来 你烧很多吗 烧很多 以前妈妈是用葷石来祭拜 那么现在因为结束了慈祭 有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改用素食来拜 也没有再烧金银子了 空难气暴地震灾难频传 一百七十位民众在一片新灯中 虔诚祈福 而在马六甲十三个慈祭据点 连续三千七百多人 与台湾花脸慈禁社同步共修地藏金 独送这副经回想给我所有的一切众生 然后再把这功德回想给我父亲 七月份到八月的灾难太多了 变成感觉到生命太脆弱了 人生很无常 把握生命分秒 期盼社会祥和 一是马来西亚和台湾两地民众 共同的心愿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报导